羅路的一個吊鐘 最後是Rosa 頭槌解圍 看起來稍早他的一個 腿部的碰撞 應該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 不過這球對於 紅色手門的Ruke Damian來講 剛剛緊急剎車 不然差點就可能 跟隊友相撞 然後就出現一個失誤 好 各頭吊起來 小球來了 右腳是門 GO 又是邱怡環啊 再看到他在一對一的情況之下 他的一個冷靜 他去調整他的身體的位置 用最有把握的方式 把球送進了對手大門 而且你可以看到 邱怡環在空中 胸口停球之後 那一瞬間就已經算好步伐了 然後往前 這個過程當中 轉身真的是一氣呵成啊 這個射門來講 Ruke Damian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 因為角度實在是太大 而且這一球 他還一開始在越位的情況下 越位線的情況下 到那個位置去進行一些射門的機會 是 剛剛是有這種感覺就是 當邱怡環已經完成這一整套 這個好像是已經有模組化的 這個一個方程式在的時候 防守球員好像還不知道 What happened 是 剛剛最近的球員 其實是8號的Mafita 他在那邊看 然後邱怡環已經 他好像已經setting好了 其實這一球應該 他在這個方面